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沙漠玫瑰的养护小技巧 沙漠玫瑰如果养得好啊 它的叶片非常繁茂,花朵非常的多,非常艳丽 而且它这里会长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啤酒度一样的样子 非常的惹人喜爱 但是沙漠玫瑰要想养得好啊 也是有一定的小技巧的 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选择栽种的这个土壤啊 最好就是沙质土壤 因为沙漠玫瑰它本来就是生长在一些沙漠啊 比较干旱的地方 所以呢就特别喜欢富含钙质的沙质土壤 如果我们使用了太多的原土来栽种 就会导致啊它生长了受阻 第二点就是呢要给它足够的光照 沙漠玫瑰它是特别耐旱 而且呢特别喜欢高温的植物 所以我们呢基本上啊 可以给它全日照养护 给它多晒晒太阳 就算是夏天的时候啊 也可以全日照给它晒都很没有关系的 第三点就是浇水一定要合适 不能够啊大水浇灌 也不能够频繁的浇水 沙漠玫瑰它是特别耐旱的一种植物 而且它的浸干呢 是能够储存非常多的水分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太过频繁的浇水 等到它的盆土啊 完全干透了之后 我们再一次性浇透水就可以了 不要频繁的给它浇半截水 或者是呢盆土还没有干透 就马上浇水 就很容易导致它的根性啊 出现腐烂的情况 之后第四点就是要给它施肥了 其实沙漠玫瑰呢 它对肥料的需求啊不是很高 我们只需要在它生长期的时候啊 偶尔给它施一点不合肥就可以了 花期的时候呢 可以给它稍微施一点这个磷甲肥 就能够满足它的生长需求 都能够长得非常好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